只像言语的海上 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 他写这部书是想尽到三层责任 第一 向音乐表示他的感谢 第二 表白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 第三 换起各民族的思考 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每一个人都发挥作用 从自己的岗位出发 从自己的国家出发 用自己的语言 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 而且越来越需要警惕 删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 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 更富于侵略性 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 他们这些人可比我们这些人没有顾忌得多 他说 从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品中 可以看出那种荒谬 而对荒谬的斗争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重要 罗曼罗兰在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整部作品中 赞美了艺术的不朽 但我却从他身上 感觉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 充满加倍的悲哀 他回答我说 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 但他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那是1913年 从我和罗曼罗兰的那第一次谈话中 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 不能没有准备的和无所作为的面对 可能爆发一次欧洲大战的事实 罗曼罗兰之所以能在关键性时刻 在道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 无非是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砺了情操 同样 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 事先也能够干一些事情 我已经翻译过不少东西 介绍过我们邻邦中的诗人 1912年 我曾陪同维尔哈伦走遍整个德国 做旅行演讲 那次旅行成了德法和睦关系的象征 维尔哈伦最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 和戴木尔伟大的德语抒情诗人 在汉堡当众拥抱 我为莱因哈的争取到了 维尔哈伦的一部新剧本 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 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的诚挚 积极感情冲动 有时候信奉起来 我们就飘飘然地以为 我们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拯救道路 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样一些文学家们的表示 他依然走自己险恶的路 世界的局势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 查贝恩事件 阿尔巴尼亚危机 一次不明智的答记者问 这类摩擦引起的火花层出不穷 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积起来的炸药的大爆炸 尤其是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深感到 自己正处在动乱地区的中心 1910年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已过了80岁 这位早已成为象征的白发老人 是不会再长期统治下去了 一种神秘的不祥情绪开始蔓延 在他死去以后 就再也阻挡不住千年皇朝的瓦解 在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 在国外 意大利 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有德国 正等待着瓜分奥匈帝国 克鲁伯公司和克克勒做的 史奈德公司正在巴尔干半岛 用外国的活人材料互相试验着自己的大炮 就像后来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中 试验自己的飞机一样 巴尔干战争 使我们陷入坠坠不安的急流之中 我们恍恍不可终日 但又不断输一口气 这一次战争还好没有临到我们头上 但愿永远不要临到我们头上 话又说回来 根据经验 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事实 要比再现一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 那种心态不是表现在官方的正式事件之中 而是最早表现在细小的个人插曲之中 我要在这里插序的正是这样一些生活小故事 老实说 我当时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 并且使我的心灵为之正常 第一件事是雷德尔事件 这一事件就像历史上一切重要的幕后情节一样 显为人知 这位雷德尔上校可谓是一出情节 十分错综复杂的间谍戏剧里的主人公 我和他只是一般认识 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区 搁着一条胡同 有一次我的朋友检察官T 在咖啡馆里把他介绍给我 这位看上去和蔼可亲 会享受的先生 当时正在咖啡馆里吸着雪茄 自那以后我们见面就互打招呼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在生活中间有多少秘密包围着我们 同时我们对近在咫尺的人 又是了解的多么的少 这位上校从外表上看 像一名奥地利普通军官一样 但他却是地位继承人的宠城 他被授予重要的职权 他领导着军队的秘密情报局 和负责破坏敌人的谍报机构 1912年当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 俄国和奥地利都在将矛头指向对方的战争动员 可是奥地利军队最最重要的密件 进军计划 却被事先出卖给了俄国 一旦真的处于战争状态 势必要给奥地利军队带来无法估计的惨败 因为俄国人事先就能知道奥地利进攻部队 每一个战术行动的细节 这一泄密判卖事件 使奥地利总参谋部一片惊慌 身为军队情报部门最高负责人的 德雷尔上校寿命要找出叛徒 而这个叛徒只要在最高层的技巧圈子内就能找到 但是外交部并不完全信任军事当局的能力 于是他背着总参谋部秘密发出指示 要进行独立的调查 他授权警察局除了采取其他各种措施外 还要为此目的的秘密 拆开一切从外国寄来的留局带领的信件进行检查 而不必有所顾忌 一天一家邮局收到从俄国边境站 波特罗罗吉斯卡寄来的一封留局带领的信件 收信人的地址是一个暗号 奥佩尔巴尔 当那封信被拆开后 里面没有信纸 26张或者8张促新的奥地利1000克朗的钞票 于是这一可疑的发现 很快报告了警察局 警察局派了一名密探到领信处的窗口 以便当那个来查问这封可疑信件的人一出现 就立即将他逮捕 不过咽下这出悲剧开始成为一件 是维也纳人啼笑皆非的事 中午时分 那位先生出现了 他要求取走那封写有奥佩尔巴尔的信 那封窗口的邮局职员立刻向那个密探 发出秘密的报警信号 可是那个密探刚敲出去喝上午酒 而当他回来时 他只能听人说 那位不认识的先生雇了一辆出租马车 不知向哪个方向驶去了 不过维也纳也很快演出了喜剧的第二幕 在当时那个时代 出租马车是一种时髦漂亮的两架马车 阿哲夫把自己视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从来不亲自打扫车辆 因此在每一个停车场 都有一个所谓清洁工 干喂马和冲洗车辆的事 现在幸亏 那位清洁工记住了刚刚驶去的 那辆出租马车的号码 于是一刻钟以后 所有的警察港哨都得到紧急报告 已发现那辆马车 那位清洁工还描述了像卡塞尔霍夫 咖啡馆市区的那位先生的外貌 卡塞尔霍夫咖啡馆 这是我经常遇见雷德尔上校的地方 此外 还有人恰巧在车厂里找到一把小折刀 那位陌生人就是用这把刀 拆开信封的 米他们迅速向卡塞尔霍夫 咖啡馆飞奔而去 可惜人民所描述的那位先生 在此期间又离去了 不过咖啡馆的服务员们 以极大的自信解释说 那位先生除了他们的老顾客 雷德尔上校外 绝不会是别人 他刚刚回到克罗姆塞尔旅馆去